《诸葛亮》 《诸葛亮老婆是长什么样呢?真的是丑女吗?黄岳英,诸葛孔明的原配,小明阿丑,她的父亲黄承燕,竟然是诸葛亮的好友之一。 据三国记载,黄承燕向提亲时说道,该有一小女,黄头发黑皮肤,不过小女才气很出众,都说娶妻娶嫌,所以诸葛亮没有犹豫就答应了,值得一提。 黄承燕在荆州可是一个大家族,又与刘表,蔡茂家族有亲戚关系,也就是说,诸葛亮娶了黄瑞英做老婆,美貌自质,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家族网的渠道,了解当时局势的发展。 题外话,其实用我们现代的审美观来说,黑皮肤和黄头发不一定是仇女,混血儿也是很美的,足智多磨的诸葛亮,追求的是与自己。 精神内在高度契合的伴侣,追求更有趣的灵魂,真不愧为三国的智慧人物,对于黄月英的样貌,有一种说法便是她本人生的极为貌美,因遭到其他年轻女子的嫉妒,才诋毁她的容貌。 此外,她为了试探诸葛亮的真心,在结婚的当日,在头上盖上了红布,没想到,诸葛亮面不改色地接下了红盖头,面对如此花容月貌的老婆,愣住了,以为弄错了新娘子。 一脸喜气的黄月英也道出了原委,黄月英的母亲是襄阳蔡家之女,而刘表娶了蔡家的小女儿,也就是说,诸葛亮的岳母大人是刘表嫉妻蔡氏的姐姐。 此外,刘表在娶了蔡氏之后,对她爱护有加,有一方面是蔡家的侍弟,另一方面便是蔡氏的美貌有关系了。 那么,你还会觉得黄月英是仇女吗? 此外,黄月英族制多谋,不仅是当时有名的小财女,还是一位发明家,在诸葛亮六叔七山的典故中,一种木牛牛马运输工具的使用,令中原震撼,这样很巧妙地解决了当时起十万大军的粮草问题,可以说,在这场战争中,至关重要。 此外,联武这种创新武器的使用,也打得魏国大军只有出逃的份,都所成功的男人背后,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。 而诸葛亮和黄月英便是如此。 上述说的历史典故,我们熟知这些是诸葛亮的智慧,其实不然,都是来源于诸葛亮的老婆所受。 其女子也,黄月英不止有才,还很贤惠,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,才能让诸葛亮更好投入到事业当中,最后成为蜀国的开国丞相。 对于黄月英的付出,朱葛亮也是看到眼里,抛开她的好样貌,才气,她就是一名平凡的丈夫,对老婆专一,一生只有黄月英一个女人,人生的此家妻,容貌便不重要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